罗马书第九章 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 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 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地痛苦 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 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 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 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 都是他们的 圣祖也是他们的 并且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门 这并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 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 也不是凡是亚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 而是 有依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 即使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算是天主的子女 而是借恩许所生的子女,才算为真后裔 原来恩许是这样说的 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腊必有一个儿子 并且关于黎贝加也有相似的事 他从我们的先祖伊撒格一人怀了孕 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也没有行善或作恶 但为时天主预检的计划坚定不移 且为显示这计划并不凭人的行为,而只凭天主的照选 所以有话给他说 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 正如经上记载 我爱了亚各伯,而恨了厄萨乌 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天主不公道吗? 绝对不是 因为他对梅瑟说过 我要恩待的,就恩待 我要怜悯的,就怜悯 这样看来,蒙照并不在乎人愿意 也不在乎人努力 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 因为经上有话对法郎说 我特兴起了你 是为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 并为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 这样看来 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 他愿意使谁心硬,就使谁心硬 或者你要问我说 即使这样,为什么他还要责怪人呢? 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 人呀,你是谁 竟敢向天主抗辩 制造品岂能对制造者说 你为什么这样制造了我? 难道陶公不能随意用一团泥 把这一个做成贵重的器皿 把那一个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如果天主愿意显示自己的易怒 并彰显自己的威能 曾以宽宏大量 容忍了那些惹他发怒 而应受毁灭的器皿 他如此做 是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 在那些他早已准备好 为进入光荣而蒙怜悯的器皿身上彰显出来 又有什么不可呢? 这些器皿 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 而且也从外邦人中 被天主所宠召的人 这正如天主在欧塞亚书中所说的 我要叫非我人民为我的人民 又叫不蒙爱恋者为蒙爱恋者 人在哪里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人民 在同样的地方 他们要被称为永生天主的子女 论到以色列 伊萨伊亚却呼喊说 以色列子民的树木虽然多如海上 唯有残存者要蒙受救恩 因为上主在大地上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 伊萨伊亚又预言过 若非万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苗意 我们早已如同索多玛 相似哈摩拉 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 外邦人没有追求正义 却获得了正义 即由信仰而得的正义 以色列人追求使人诚意的法律 却没有得到这种法律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信仰 只凭着行为追求 他们正碰在那块绊脚石上 正如经上所载 看 我在西雍安放了一块绊脚石 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 相信他的人不致蒙羞